新冠肺炎疫情當前,人人都很關心疫苗的進展 那中國的國產疫苗到底怎樣呢? 目前共有15款國產疫苗進入臨床實驗階段 其中5款進入3期臨床實驗,有望盡快面試 中國已經針對高風險的人進行緊急接種,數量超過100萬劑次 其中,在廣東有18萬人接種疫苗,沒有出現嚴重的不良反應 國產疫苗在外國的實驗中,亦被證明安全有效 土耳其一項中期數據顯示,一款國產疫苗的有效性達到91.25% 為了提升保護率,滅活疫苗需要接種兩針 中間相隔15至30天不等 不過,因為孕婦試驗數據較少 所以專家不建議孕婦接種 亦不建議與HPV 的疫苗同時接種 至於價錢,暫時未有準確數字 不過,有醫藥集團就說 預計一針是幾百元左右 兩針是1000元人民幣以下 香港預計引入超過2000萬劑不同的疫苗 將於2021年陸續交付抵港 當中750萬劑由科興提供,在北京生產 還有750萬劑由中德兩國藥廠合作研發 中國亦將疫苗當作全球公共產品 提供給發展中國家 包括埃及、巴西、墨西哥和印尼等 海外公開確認的疫苗等單數量 已接近6億劑 相信這個數字還會不斷升高 都對關 П很快 在 海外公圈 神奇